男团AB6成员金东贤和朴宥正 近日参加了离猜眼的YouTube综艺节目 这三位艺人都曾经参加过选秀节目Produce 101 不仅如此 更都曾在GYP当过练习生 在节目中 朴正突然提起了他们当初离开GYP的经历 对此猜眼回忆到 我和宥正两人本来是同一天被淘汰 可是我提前一天被通知 那天很多人都来安慰我 宥正也过来安慰自己 朴正还补充道 当时离开的人除了有猜眼之外 还有现在同属AB6的李大辉 面对同期练习生的淘汰 对他的冲击也很大 他表示 因为财眼是练习生中最厉害的 而大辉则是他们中最早练习的 所以让自己也非常的忐忑 而在冲击之余 不幸的是 宥正第二天发现自己没有被安排课程 为了公司才得知 自己也是被淘汰的其中一个 瞬间觉得自己更加的受到了伤害 对此很多网友留言表示 原来不是自己走的 而是被公司抛弃了 不过三人离开都更好了 真的是庆幸 虽然被淘汰很难过 但佑珍的经历 为什么这么搞笑 事实上 除了他们之外 金请夏 郑浩熙 李慧泽 朴出龙 孙纳恩等都曾在GYP练习 不过最终都没能在GYP出道 这样一看 GYP真的错过了很多人才啊 爱都还不适合 每日介绍最新韩语 欢迎你赞和订阅哦